刚刚头条才报道了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要竞选连任 他的主轴就是他认为非常傲人的经济成绩单 而美国新一轮的财报由重量级的科技股揭开序幕 微软在ChatGPT的助攻下Q1获利营收又于预期 而谷歌母公司Alphabet宣布回购700亿美金的库藏股 这个星期美国的重头戏会在国会 上星期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提出了一项 共和党债务上限法案之后这个礼拜要表决 但是共和党内质疑声浪不断 被追问表决的进度细节 共和党集中议院议长麦卡锡快步走过逼而不达 上星期麦卡锡提出一项法案 打算将联邦政府31.4兆美元的债务上限 提高1.5兆美元 条件是政府支出削减4.5兆美元 麦卡锡需要218票赞成才能通过 但党内议员似乎还没做好准备 包括爱荷华众议院共和党人 反对一项废除以纯补贴的条例 另一名佛州众议员则希望对接受 联邦医疗补助的受领者 祭出更严格的工作条件要求 麦卡锡曾誓言 绝不跟改所提出的计划内容 包括让未来十年的政府支出 每年增幅不高于1% 但随着表决的时间点到来 麦卡锡被问到是否会变更法案 他这么回答 美国总统拜登 则在宣布完进雪连任的几个小时后 在一场工会活动上重申 众议院必须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 拜登的补充 在总统川普执政的期间 一共无条件把债务上限调升了三次 同样是为避免违约 而联邦政府从来没有违约过 一再要求拜登出面商讨债线问题 参议院共和党人以另一个缩写反击 美国国会预算处CBO周二表示 麦卡锡的债务上限法案 将能在未来十年省下4.8兆美元 而正当大众聚焦这出 曲折的国会山中戏马时 新一轮企业财报出炉 Bitcher GPT神救援的微软 不意外在云端运算 AI产品的助攻下 今年前三个月 获利和营收都由于预期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同样在云端服务和广告销售的超望下 第一季业绩亮眼 同时宣布回购700亿美元的库藏股 不止科技天王 美国通用汽车也调升全年财测 获利将比先前预测了多出将近5亿 全失败需求强劲和价格调整所赐 串流音乐龙头Spotify也传出捷报 截至三月底 Spotify的越活跃用户数 首次突破5亿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两成 钱也赚了更多 第一季营收同比成长14% 但周二美股并没有收到亮眼财报太多的提振 三大指数同步下挫超过1% 因为在三月爆发危机的第一信托银行 又传在遭到大幅抛售 拖累这间加州的地方银行股价 周二单日暴跌近50% 经济数据也传来坏消息 美国四月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从上个月的104滑落到101.3 创下9个月低点 财源行动继续延烧 娱乐龙头迪士尼 已经在这星期启动第二波财源 将删减4000名人力 日用品制造大厂3M 也宣布要在全球大砍6000名员工 预估能省下9亿美元成本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